很多摊商他都是被零食喊咖 那零食喊咖的部分 他当天的食材 现在疫情已经一个月了 那一个月的时候 变成他那些食材 全部都已经浪费掉了 本土新闻肺炎疫情来得又快又急 在确诊案例不断的袭击下 凯旋夜市摊商们的生活 其实也不好过 撑出土地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租金的压力 那再来就是一些人事基本的开销 对比之前的生意情况 在全国三级防疫境界实施后 有业者直接被迫强制休业 有些是开业了也活不下去 前面修市的意思就是 等于他所有的收入都是规定 那也没办法再说 透过什么其他的方式 来得到一些资源 那有些朋友是说 那有些业势跟店家 可以从事一些外带外卖的状况 但是面临现在这个疫情这么严峻 很多的消费者他不喜欢也不敢做外事或外带 台湾夜市商圈产业总工会里上就点出很多人以为这些生意人有替代方案 但夜市跟商圈事实上业绩是一落千丈 好不容易判到的书混4.0方案最后的希望也要落空 很多台湾他不知道如何去证明他的营业损失 那所以说变成是说要申请这个4万块很困难 那再加上很多在夜市工作的提成员工 他们只能申请所谓的微服部的救助专案 那但是这个救助专案只要他们家的这一户有任何一个人失业 或是任何一个人有机会申请到相关的补助 但那补助金额并不高 所以他们就变成他们也没有办法申请 有一些像小朋友他们可能刚出社会不知道要做什么 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夜宴一起来夜市工作 所以他们也不会有这种观念 可是现在再去拔也来不及了 有很多单位他是出租给别人 那你拨款就拨给那一个人 其实那一个人又没有在那边营业 根本没有实际补助到那些实际营业的人 因为他大塞车啊 也打了一天也不一定能申请得到 电话都打不进去 网路都跟不上去 那你说还要怎么重塑拿得到这些补助款 可能当电话打通就已经20了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真的政府要开放多元的 这种通路来申请 随多夜市跟商圈的代表 也提出一些比较可行的办法 希望政府能听到他们澄清的声音 因为我们都是列管夜市 那列管夜市当初我们就有摊商名册 那摊商名册的部分我们有提报到市府跟中央 那你为什么不要用这个摊商名册来做补助 就直接发放现金 你不要有太烦恶的一些动作 一些文件的来来回回 大部分的人是看不懂的 业者希望在这急难时刻 补助门槛能重宽认定 重塑发放款项 贷款也要能展颜跟给予利息补贴 让真正有需要的人 有现金可以应急 而不是看得到却吃不到的救援措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